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最近呢,有点忙 今天已经是9月2号了 不过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8月份开花的兰花 很多兰花呢,都是在冬春季节开花 比如说卡特兰,比如说石湖兰 夏天开花的兰花呢,相对少一些 所以8月份开花的兰花呢 有一些是原生的蝴蝶兰 在给大家看我的兰花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我的沙漠玫瑰吧 因为它现在开得正好 那9月份这两天呢,天气突然之间呢 就冷起来了 日照呢,也开始变短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 这是沙漠玫瑰开花最好的时候 它呢,已经开了整整一下天 那现在呢,是花苞最多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可能部分花苞呢 已经开不了了 这种大的还可以开 现在这些枝头的这种小花苞呢 应该是够呛了 因为天气马上呢,就冷起来 日照短 所以的话呢,可能会掉了 非常遗憾 不过眼下呢,开得很好 已经开了整整一下天 我应该是不抱怨了 今天的兰花呢,就从蝴蝶兰看起吧 这是荧光蝴蝶兰 这朵呢,已经开了一个多月 现在颜色变得非常浅 旁边这朵呢,初开 前两天呢,还有一颗是indigo 颜色呢,就比较蓝一点 可惜已经掉了 这是这株 旁边的这株呢,是bolina 红苹果 特别香,特别甜 也很好看 我还有另外一株 但是现在还没有花 这朵呢,也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 它的花呢,很持久 这边的三棵呢,之前都介绍过 因为开了很久了 鸡蝴蝶兰 桃红蝴蝶兰 它有两个花枝 这一只早开的呢,已经差不多快开完了 前后现在有两个多月了 这边的花苹呢,还在继续长 旁边这株呢,也是鸡蝴蝶兰 鸡蝴蝶,紫色的 这儿已经落了有十几朵 现在呢,还继续开 花苹呢,也在继续生长中 前后也能开两三个月 因为它花期虽短呢 单花的花期虽短 但是呢,它不断地长花苹 不断地开 接下来是红蝴蝶 应该已经开过六七朵了 你看后面 开一段时间呢 它就掉了 这朵花,旁边的这朵就快掉了 还陆续不断地有花苞 也开了有几个月 两三个月了吧 这些呢,是蝴蝶兰 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些杂交的 有香味的蝴蝶兰在开 但是实在太多了 今天就不介绍它们了 改天专门再介绍吧 眼下开花的卡特兰呢 仅有一株 就是这株金孔雀 前几天呢,刚刚介绍过 颜色真的是金灿灿的 非常好看 两株石壶兰 这株石壶兰呢 已经开了有两三个月了 之前呢,有介绍过 这是黑毛石壶的杂交石壶 Jahul Delight 现在开着的是三朵花 之前有掉了一朵 它的花期特别长 而且现在呢 还有花芽在继续长 你看 这儿有花芽 这个花芽应该有一到两朵花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两朵花 所以它的花期呢,非常长 从蝴蝶兰,从所有的兰花开始到室外的时候 因为它当时呢,已经快开花了 所以的话呢,就留在室内 一直到现在还在室内 兰花都差不多要开始进屋了 它还在继续长花苞 所以非常遗憾 这树植物今年没有机会到室外 因为到室外的话呢 会有一些蜜蜂啊,虫子啊 会给这个花呢,受粉 一受粉的话呢,这个花就落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留在室内 所以这几个月呢,一直都在室内 它有一种橘子的香味 我很喜欢 花色也特别美 今年我好像没有专门介绍过它 我想不起来了 旁边一株呢,这几天刚开 有开了一两个星期吧 这是一株宽口石壶的杂交石壶 两个原生石壶的杂交石壶 看一下明签 在这里 Convolutum cross Belocular 花色相当的可爱 不是很寻常 眼下看起来呢 除了这个花枝还有另外一只 这个眼下看起来是五朵花 它的花期也是很长 这是月月都在开花的蝴蝶纹芯 这株黄色的蝴蝶纹芯呢 上个月呢 掉了一个枯了一个花杆 已经 那个花杆已经开了好几年了 四五年了 掉了枯掉一杆 现在还剩这个一杆 不过呢 我发现它又长了一个花杆出来 刚刚长的 也许你看不到位置呢 在这里 很快呢 还是会有两个花杆 所以这个还是很值得拥有的 长年开花 从不间断 眼下开花的兜兰呢 仅此一棵 原生的长叶兜兰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腻了 因为呢 它开了已经超过一年了 真的是超过一年了 你看下面这些支支压压的 从这个位置开始 就是它有花的 这是它的花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这是眼下的第十四朵花 第十四朵花 我的天哪 每朵花大约呢 开三周 这是十四朵花 你看后面还有 它就不停的长 不停的开 而且花呢 很大 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长叶兜兰 Fragmipedium longifolum 应该是我所有见过的兜兰里面呢 开花性能最高的 没有之一 我之前有它的时候呢 是两苗 就是现在的开花苗 和这一苗 和这一苗 后面这一苗 那后面这一苗 现在呢 你看 有花鞘了 很快呢 也可以开花 而且这两个大苗旁边呢 现在各有一个小苗 它的开花性能真的是 太好了 值得拥有 那最后一树呢 那最后一树呢 蜘蛛文心 我之前呢 专门介绍过它 有可能有些人呢 不喜欢它这种细花瓣 和它这个颜色 红铜色 古铜色 棕色 Bron 不管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吧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尤为喜欢的是它的香味 它是茉莉花茶的味道 而且很浓 一天24小时呢 都有这个茉莉花茶的味道 我真的非常喜欢 它现在呢 就摆在我的餐桌上 我有空呢 就会闻一下 事实上你根本不用走近 就能闻到它的香味 花期也很长 我手上呢 其实现在没有几株文心兰 因为文心兰通常呢 都长得太大了 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的花色 和它的花香 所以呢 就留着它 好了 这就是我八月份 在开花的兰花吧 或者说部分兰花吧 现在天气呢 有点冷了 很快呢 很多花就会开花了 到时候呢 再请大家赏花 谢谢 谢谢